花蓮市有一名成姓男子日前被酒驾车辆给撞击 造成四肢严重骨折无法工作 没有收入让生活陷入困境 花蓮市公所在现役员魏嘉贤的转见之下 除了前往探望这位成姓男子表达关怀 也发送急难救助金还有食物银行物资 希望可以帮助他渡过难关 花蓮市有名成姓男子在日前一位遭到酒驾车辆撞击 导致四肢严重骨折无法工作 没了收入也让他的生活紧急陷困 而花蓮市公所在现役员魏嘉贤的转见之下 日前也特别前往探望这名成姓男子 有受到非常多同友的请托 包含了新竹市的黄文正议员 那还有嘉义市传团的徐文智底市长 那还有台东的一个蔡先生 那共同来关心来到花蓮 新竹人来到花蓮工作的一个陈先生 那日前也发生了车祸 造成他没有办法工作 那生活上面跟经济上面也顿失了一个依靠 那我们特别要代表嘉义市传团的部分 来看看陈先生也给他加油打气 那今天代表市长来除了自发慈爱基金的慰问金外 那也透过公所的食物银行 给予一些物资上的协助 那在此就是向各位市民朋友们 就是如果说周遭有需要帮助的案件 或者是有发现有人有需要帮助 都很欢迎通报给李干事 或者是里长 或者是直接公所涉劳科的部分做通报 那我们会竭尽我们资源 来协助需要帮助的市民朋友 陈姓男子因工作定居花蓮 但是受疫情影响首入锐减 只能独自照料年迈的老母亲 没想到在今年初又遭逢严重车祸 目前还在附件中无法工作 各因造势者未有财产 导致赔偿事宜不了了之 让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虽然不符合法定设服身份资格 但是公所依然依据紧急状况 核定发放持爱基金专户急难救助金 并送上食物银行的民生物资 期盼陈先生能够早日康复 重返职场 也让老母亲能够获得更好的照顾品质 记者许丽琴华林市报导